一阵阵的半生 跨破了长空的宁静 凌晨两点四十五分 大地还在沉睡着 灵眼深似的注重 一听到半生 随即起身做早课 隐出着佛法智慧的清凉甘露 迎接那照破黑暗的佛日朝阳 呼吸着清净心灵的新鲜空气 充实快乐的丛林生活 于是揭开了序幕 位于南投埔里的台湾里面山寺 是孕育佛种的功德道场 精进的静踪修持 菩萨的度声横远 在这里积极展开 随着半生之后 早课清净的泛音 便庄严的响起 灵眼山寺的早课 从三点十五分开始 到五点二十分为止 足足有两小时零五分 一日之际在于盈 把握成光 克服昏尘睡眠 奉送经咒 回向三途八难拒离苦 赐恩三有尽章恩 国界安宁兵阁霄 风调雨顺明安乐 并骑早日正大雄 欢度横杀众 灵眼山寺的沙咪师父 在上庙下连老上的佛法教育下 除了早晚课颂 背经诵经之外 强身习武 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因为老和尚认为 健康是一切事业 学问修行的基础 所以小师父每天勤练武术 以锻炼身心 今晚所表演的武童佛画 就是他们的成果展现 现在小师父们所表演的 是武术几项基本动作 这些动作锻炼好 将来学习拳术 或是健身防御 都有事半功倍的效用 老和尚大 老和尚大 平年三世老和尚 我们跟着老和尚 面破破的老和尚大 脱破的地老和尚 这些老和尚大 老和尚大 我们跟着老和尚 各自十分的老和尚 往上万能发现 有十分的老和尚 现在您所看到的 是小师父们划拳的表演 划拳是中国武术中 最典型的长拳武术 划拳的特色有 形式调和 整齐 各动作间联系良好 心神相应的 其中含有 踢 打 投 琴等攻防技巧 这样一套拥有许多 中国武术特色的拳法 由小师父们打来 虽然不是虎虎生风 却也有板有眼 丝毫不马虎呢 您看 小师父们 井然有序的对形 整齐画意的动作 不需任何口令 这真是佛教六合僧团 精神的最佳呈现啊 看他们架势十足 真像一个个活罗汉呢 待会儿 小师父们将表演出 难得一见的六度跳盘 就是随着六度佛号的音声 向空中一跳 坐在莲花上时 已是双家夫坐了 这可是零年三四 刷面师父才有的独特功夫哦 这精彩的一幕 请拭目以待 不要错过咯 一味皆一味的六度跳盘 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沙咪虽小不可亲 这句话一点也没错 哇 这确实是真功夫 一般人弹腿已经不容易了 他们竟然在空中 就能把双腿弹起来 这些沙咪师父们 从小接受在面 将来必能为佛教争光 接着 他们即将表演全体空中跳盘 请看小师父们大显身手 真是太精彩了 您看 沙咪师父们轻轻一跳 坐在莲花上时 真是像极了 一尊尊庄严的佛菩萨呀 之前以动态的舞蹈 接引众生 现在又以静态的副作 涉化众生 而酒色莲花 则是小师父们祝福各位 今晚制成文法 欢喜奉行 诚死功德 将来跟老和尚同生西方 共作九品联台 看完小师父精彩的表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